你喝酒嗎 叔 我喝一涼 是一天一涼 嗯 媽還可以 嫂還可以 所以她那個有點高有壓 就喝這拿點小杯 喝五杯 回完家我們倆聊天 聊一聊說 不行了 說你把你那個救星碗拿出來 原來我身體不好 後來我把這藥拿出來了 張文靜茫茫拿出來 就往嘴塞 塞不進去 我就髒我家兒子 說你快過來 打110 把110叫做 120 120送到醫院 完了大夫說做不做那個開乳手術 我兒子問我 我說做 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去搶救 他說那搶救過來很可能職務人 職務人我認可 瓦羅普拉搶救被搶救過來 第二天就沒了 沒了他走的時候 我們把他抬走的時候 我不讓他抬呢 然後我五年就不會笑了 因為我這個人特別開朗 無論碰著什麼困難 我都非常省的 所以我就有一個念想 第一我不要傻了 不要瘋了 我還有兩個孩子 我大兒子馬上要大學畢業 我小兒子還有一年大學畢業 沒有爸爸很可憐 沒有媽媽就更可憐了 那五年您怎麼過來的呀 喜樂糊塗不知道怎麼過來 走路都是喜樂糊塗走的 走到那個中間路口 也不知道來不來車 人家車嘎呀 聽著嘎呀了 完了也沒人說也沒人啥的 他們過去了我就直接走 實際上就有點迷迷糊糊那樣是 感情太深了唄 打擊太大了 第二段看這個關鍵詞 大家也能感知出來 棒打鴛鴦 應該是你們倆人 我們倆非常好 他追的我 我這個人不會追別人 後來我們家人也都非常同意 我那時候也是喜樂糊塗的 就和他了 過了十多年 十多年了 十多年 對我特別特別的好 完了後來就因為他倆孩子 看他得血酸了 因為他是副行長 農行的副行長 家裡邊那個房子錢 我都知道他因為他也不背著我 他家孩子把那個離婚協議寫好了 逼著我拿個印材 逼著我按手印 所以他是同意離婚的 他那時候也是 你說他不同意吧也同意了 不是 您當時為什麼要簽這個離婚協議 我沒簽他給寫的名 後來逼著我們按手印 他的小兒 但是像這種情況是能被承認的嗎 首先是這樣 這個當時即使您按了手印 只要沒有到民眾局 您親自去辦理離婚手續 當時的那個離婚協議是不生效的 離婚協議只只簽了字 只要沒有去民眾局辦 在那個之前都沒有生效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棒打鴛鴦 首先這個行為本身就涉嫌違法 另外的話呢 需要跟大家去講的是 可能他家裡的人 可能更多的有時候去考慮的是 是擔心您如果不離婚 是不是要惦記他家的財產 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得到解決 在民法典生效以後呢 我們可以寫一份遺嘱 遺嘱當中呢 是給我們未來的老伴呢 只留居住權 而不處分所有權 所有權還是留給自己的子女 這樣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放心開心地一起生活 打消所有的顧慮 完全不用 非要用這樣的一種辦法 去拆散本來相愛的一對老人 其實不讓長的孩子傻 老家裡找個伴女兒多省心呢 他說你財產 那財產算啥呀 他這兒住他能帶走嗎 現在我據我的同事講 他已經去年病故了 後來我難受好多天 人死了一切都放下吧 他也是無可奈何 咱們也是做父母的 我一切怨恨都沒了 我要重新開始我的生活 他死了我還活著 我活著要活出個精采來 所以您看看對面的這位先生 能不能給您這種精采 這邊是有五個孩子 那邊是有兩個 四個閨女一個兒子 對 這個問題你們會介意對方嗎 我不介意那個孩子吧 都是我們愛情的結晶 孩子們有孩子們的生活 只要我們倆結合了 因為又沒有血緣關係 所以盡量很少接觸 除非有個聚會了 有什麼誰家有什麼大事小情了 大家聚一聚 要不然不要往一起聚 因為聚多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著一起時間長了 還有摩擦呢 何況不是自己親生的骨肉呢 這個女士就說這一段 特清淚